来关心到今年大学个人申请入学放榜了 而整体的缺额数破万 创下了四年来新高 像是以往竞争很激烈的医学系 缺额就多达了117个 包括了台大 城大 阳明交通大学等 9所大学都没有招满 其中台大医学系有两个缺额 城大医学系有六个缺额 高雄医学大学 医学系的缺额更多达了21个 而这些没有招满的名额 都将会留到7月的分科测验考试分发 考试终于等到大学个人申请入学放榜 没想到今年缺额数破万 报名分发率只有57.62% 创下四年来新高 就连台大 城大等顶尖大学也招生招不满 名额是有增加 报名的总人数是81350名 比去年稍微降低了4072名 最主要的缺额 他们可能会落在部分的 传统第三类组的科系 基本上它的这个名额 还是会留用到7月的这个分科测验 以往竞争机类的医学系缺额也破百 包括台大缺2人 城大缺6人 高雄医学大学缺额更多达21个 府大也缺了16人 另外长庚大学台北医学大学和马街医学院 缺额也都来到双位数 九所大学中的医学系一共就有117个缺额 以整体缺额率来看今年台大清大 阳明交大等顶大 有10%到22但还有学校缺额率百分之百 像是台湾首府大学一个学生都没有招到 明道和华泛大学缺额率也都超过50% 数位的考题比较难 所以呢这个超塞的这个学生是比往年少很多 有通过第一阶段但是没来报名 很多都是说目前国外疫情已经暂时趋缓 所以他们也有考虑要这个到国外去就学 台大注册组主任分析今年缺额多 可能也跟国外疫情趋缓稳定有关 学生有了更多求学选择 记得学家叶林范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